世上湖山 天下长属 这里湖山相连 是无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是溯源江南 解读江南 无法绕开的一座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 有一片面积27.4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就是沙甲邦渔山上湖旅游区 中国无韵江南文化景区的典范 一个山水生态旅游的圣地 一处红色文化体验的乐图 泛舟水道 被约为中国无文化第一山的 榆山 映入眼帘 早在1915年 被商务印书馆 中国名胜九种 列入中国名山 与黄山 库山 库山 太山等并列 为世人登潘所向往 三千一百多年前的商朝末代 重庸万里南奔 开创了古无卧野的文明 其曾孙周章 受周五王分封 史称吴王 两千五百多年前 孔子七十二贤人中 唯一的南方人 奄奄回到家乡常属 使儒家文化在南方落地生根 趋境通幽处的新福寺 隐藏着一块镇寺之宝 宋代米福所述的三绝碑 国内仅有 满步于山之时 众多的名家墓种 已然成为海内外巡房者 摩拜重圣之地 元四家之首的皇宫望 东南文宗钱千亿 华盛王石谷 维新第一导师翁同和 晚清小说家曾浦 这些曾经影响了 中国的一流人物 最后都长眠于山 以于山命名的艺术流派 为其尝出 影响全国 于山秦派 更被尊为古音正宗 江南最大的牡丹园 精品牡丹 千字百态 远近皆知 闻名辖尔 更具特色的 要属以湖山水色而成的 水上森林 自美国弗吉尼亚远渡而来 形成树在水中长 船在林中行的景观 吴中第一石 剑门 威牙绝壁一公里 气势磅礴 江南罕见 你是否还记得 红色经典中的《沙家邦》 这里正是江南炉荡火种中 爱国故事的起源地 六十多年前 新四军在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 演绎了一曲英勇奋战的动人故事 革命历史纪念馆 法治宣教中心 国防教育园等 如今讲述着昔日的故事 百开八线桌 招待十六方 无论是在春来茶馆 还是上湖水街 热情好客的长熟人 都会碰出时间特产 接待客人的到来 闷步在江南第一石板街的明代古巷 鱼音鸟鸟的石弯山歌 令人思绪幽远 江南深锈处 山水盈盈间 井流人 人流心 这就是秀美长熟 这就是沙家邦 鱼山上湖旅游区 Hum 沙家邦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